小安苡萱打破尿酸 额头溃烂流浓 我也没有办法出去见客户啊 戴着口罩说自己没脸见人的是 桃源的30岁叶小姐 因为她的额头变成这样 她本来长得很像女星安苡萱 不仅外表清秀 还在跨国广告公司担任公关与业务发展经理 月收入至少30万 业绩好时还可高达50万 她为了让额头饱满平滑 今年小年夜到中立的德美诊所打破尿酸 没想到回家后 额头竟开始红肿溃烂 甚至流浓 然后整个开始一点一点 开始起水泡延伸到我的眉头 这边开始延上来 在眼睛这个位置 整个瘀青我就变了一个 一条线眼睛变成一条线 她吓得打电话去诊所 护士还要她放心 没关系这个没关系 瘀青是正常的 你只有三天冰敷三天温敷就可以了 结果隔天更严重 但刚好碰到过年 无法回诊 等年后诊所开诊 她回去时 医师也吓坏了 赶紧开药膏给她涂抹 但至今都没好 她气得提出伤害高速 德美诊所院长强调 该做的该消毒的 他们都做了 但为何打破那药酸会打到额头烂掉 院方表示 是因为打针时细菌感染造成 或是因过敏反应等 希望由第三公证单位来判定 院方愿意补偿 东新闻桃源报导 独家爆料给苹果 精彩用 就拨掌签全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 苹果任务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我捐款